在这个section的介绍里面 我们会用一个简单的model 来介绍一些结构动力学的一些 做个的观念 这个model是我用图形来表示 那么有一个mass 那么这代表一个平滑的一个surface 然后这个mass跟这个墙壁之间呢 是用一个弹簧 这里有个弹簧 然后还有一个 我再重画一次 这里有个mass 这个我们可以用一个轮子 代表这是一个平滑的东西 那这代表一个墙壁 那么在这个mass 这个mass有m的mass 那么用一个弹簧 还有一个damper 去把它连接起来 那么这个model 各位可能会常常看到 你在写工程数学的时候 就常常看到这样一个model 这个model可以代表很多很多的事情 在很多很多的一个真实世界上 很多的结构 那么这个叫做一个lamp mass的model lamp mass lamp的就是全部集中 这个质量全部集中在这个地方的一个model 我们在这一个section会用这个model来解释很多的概念 所以什么叫做lamp mass 它跟实际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 在这页里面我们稍微解说一下 这样大家才不会忽然间跑出这个model出来 你在学工程数学的时候 常常看到这个model 然后呢 数学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又很难是 很难去把这个model跟实际的问题把它连接在一起 我们用这个 我们的两层楼的那个building来做例子 那么 那个两层楼长得像这样子 那么假设我们今天要研究这个两层楼 它的侧向的位移 比如说在地震下的时候 它是怎么样 做一个侧向的位移 假设我们要研究这样一件事情 那么 我们可以把它 在 尤其是在电脑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一个lamp mass的model 那么我们假设这个mass都集中在楼梨板上面 mass 这有个mass 这有mass 当然这可能不一样 这个如果第一层楼叫M1 第二层楼叫M2 那么 这个当然是fixed的地板 然后这个地板之间呢 我们用一个弹网把它连接起来 弹网连接起来 那为了表示这个 在移动的时候 在变形或者移动的时候 有一些摩擦的一些现象 摩擦因为会造成能量的损失 所以我们用一个damp来代表这个 这个摩擦的机制 那么更精确来讲 我们用这个 用这样来表示 这事实上不是一个很精确的一个表示方式 这个才是比较精确的表示方式 我们 假设这个第一层楼的mass M1 第二层楼的mass M2 那么第一层楼跟第二层楼事实上是以串连的方式 这样连接起来的 那么从地表面到第一层楼呢 我们有一个sprint还有damper连接起来 从第一层楼到第二层楼也是一样 我们有sprint还有damper这样连接起来 那么这个M1这个mass 就相当于这个lummass的 集中物的mass的一个equivalent mass 那这个相当于第二层楼的equivalent mass 注意我强调equivalent 因为它事实上并不见得是 你真正量测出来的质量 但是它是它代表一个equivalent 它可以发为同样的一个 inertial force的一个质量 那么同样的这个sprint 这个k1代表一个equivalent的sprint constant k2代表equivalent的sprint constant c1代表equivalent的damping的效应 c2代表equivalent的damping的效应 那么这个叫做一个lummass 我想当然这样的解说 不一定你能够完全的理解 不过我们对以前我们常常看到的 这样一个这个叫做一个single degree of freedom single degree of freedom 的一个lummass system 相对于这个叫做2 degree of freedom 两个自由度 如果你能够了解两个自由度 当然能够了解一个自由度 那么我想主要的也 主要我们介绍这个是要 你去对这个single degree of freedom 那我们接下来用这个single degree of freedom 的model来解释很多的事情 我们接下来用这个single degree of freedom 我们接下来用这个single degree of freedom 我们接下来用这个single的single